選後第一天屏東縣長當選人 周春銘開始卸票 從屏東市出發 代表民進黨競選屏東縣長 周春銘喊出的是潘夢安接班人口號 但是開票結果藍綠票數拉鋸 從四點等到了晚上八點五時 周春銘才站上舞台自行宣布當選 是全台灣最晚宣布當選的 連支持者都著急落淚 哽咽機動抱著周春銘 支持者的擔憂權掛在臉上 周春銘對上了國民黨的蘇清權 最後以21萬7537票 比20萬6460票驚險勝出 被潘夢安清點為指定接班人 周春銘在潘夢安的故鄉車城 僅贏了不到200票 而東港恆春等平南綠銀鐵板鄉鎮 藍營的票數拉打差距 既然各贏了簽票上下 先前潘夢安曾經拿下來的 霧台泰武等原鄉 這次更是全面闡述 周春銘總票數 僅贏了一萬一千多票 得票率未過半 跟四年前潘夢安的百分之 五十五點九得票率差多 藍營在屏東縣長的得票率百分之四十六點五九比四年前高 但對於開票的速度緩慢以及提出計票過程的疑點 俗清全辦選後說要提告也要驗票 讓屏東縣的選舉結果更顯波折 三地新聞朱俊傑 祝榮 屏東報導